情是什么呢 情的根 就是起心动念 那是情的根 从起心动念里面 生其分别 生其知主 叫情知 我们今天知这里 最麻烦的就是情知 别的还好放下 这个东西太难了 为什么太难呢 这个东西不是真的假的 它以假当真 已经养成习惯了 佛讲假的 它也点头 但是就是忘不下 我们讲亲情 亲情就是爱 那这样学佛是不是无情呢 不是的 学佛跟你说的 佛学了佛之后 那个情爱变成了真情 那不是假的 为什么 从自信流出来的 今天凡夫这个情爱 是从阿赖耶流出来的 不是自信 自信的真爱叫慈悲 你看慈悲上都加了两个字 叫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无缘同体 就是无上不体 无缘是没有应缘 用现在说没有条件 就是一片真心 一片真爱 没有理由的 同体说得更清楚了 对一切众生 跟我是同一个体 同一个自信流出来的 能不爱吗 哪有这个道理 我们这个身体很复杂 不是单纯的 单单讲细胞 这科学家告诉我们 人这个身体 大约是有50兆个细胞 组成各种不同器官 每一个细胞都是自己 你能不爱吗 你能喜欢这个细胞 带留于病毒 发现细胞带病毒 你赶快想办法 把它治好 原因是什么 一体嘛 治不好 将来它要扩张的 就变成死亡 赶快把它治好 佛知道 什么是我身呢 整个宇宙是我身 叫发身 发身是变发界续空界 佛学名词 用现在的一般的话 就是全宇宙 全宇宙跟自己是一体 他能不爱吗 外国宗教 将真神 宇宙间有个造物主 唯一的真神 神爱世人 上帝爱世人 跟佛里讲慈悲是一个意思 他们说的神 说的上帝 实际上 跟佛法里面讲的佛 完全相同 这是个明心见心的人 是个真正觉悟的人 究竟圆满觉悟的人 是个真正的 感谢观看